首爾的便利商店裡酥脆炸雞剛剛起鍋 配上必有的蘿蔔小菜加飲料 這樣一套只要800韓元 約台幣189元 超高CP值吸引了想省殘費的南韓消費者 大型超市裡1萬韓元以下的炸雞筒 銷量也在不斷增加 因為知名連鎖外送炸雞品牌 通通都在漲價 一個普通套餐超過台幣700元 儘管南韓的雞肉價格今年有所下降 但是在人力、租金、材料費等成本 通通都在飆漲之下 炸雞品牌紛紛跟著漲價 消費者當然轉向超商裡 物美價廉的新選擇 不過南韓年輕人 對明星或網紅加持的商品 卻還是很大方 這家美國潮牌與可口可樂 以及BLACKPINK的LISA合作 推出限量聯名商品 一件簡單T-shirt至少要價台幣兩千塊 首爾旗艦店在開幕一個小時前 就已經大排長龍 在社群網站上爆紅的甜點店 同樣是大排長龍 開門不到三十分鐘就賣光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 想要吸金就得抓對關鍵字 T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